在姜濤的中國新聞報道 這次很生氣 高興生氣 這個世界原來自己沒料就喜歡copycat 喜歡跟隨那些 就是聰明人 很模仿人 我們有句成語形容得很適 東思效頻 這件事就是在美國之旅 姜濤穿什麼衣服 怎樣打扮 怎樣做形象出來 一向有姜濤自己的風格 因為姜濤人氣高 結果Anson Lo在外表上跟促姜濤 抄姜濤 姜濤穿什麼他穿什麼 究竟這件事是怎樣東思效文化 所以高興就跟大家好好分析和告訴大家 開始這段影片之前 請大家讚好這段影片 還有留個言一個深深一個笑容一碟 還有課金支持 好了 這個話題就是在姜濤group說出來 他就說在社交平台 姜濤就發了幾張相片出來 說他美國之旅 跟自己MIRROR的兄弟拍了一些相片 其中一幅就是姜濤跟Anson Lo一起合照 說他們穿Cancel Paris這個衛衣 姜濤一向的形象很鮮明 他有自己獨特的髮型 穿衣服的Style 姜濤就是喜歡穿HIPHOT的衣服 喜歡插袋子 總之這個Style 你明白這個就是姜濤Style 居然這張相片 你們看到Anson Lo居然模仿姜濤 學了姜濤的樣子 學了他表情也好 動作也好 穿衣Style也好 我們俗稱CopyCat 即是去抄襲別人的東西 以為是自己的東西 這樣就叫做東師校訪 這件事真是很噁心 真是很噁心 不要這樣 我們做人要創作特別的藝人 即是不要人做 你以為現在奧運會嗎 雖然巴黎奧運會快開始 但奧運會 即是人跑我又跑 你又自由式 我又自由式 難道你說跟著學 那又不是 但如果你在娛樂圈裡 這些CopyCat行為 這樣就很噁心 你又要記住一件事 姜濤是最烈最紅的一個明星 你自己的粉絲經常都說你紅 你經常都說你自己是MIRROR第一 姜濤也不夠你紅 那你需要學別人呢? 早前又說要作一首歌是講友誼的 即是直接對著DMIFAN 因為DMIFAN又是說姜濤的代表作 以及成功之... 即是叫成功... 雖然我自己也不想這樣說 因為始終DMIFAN我自己也是一首很喜歡的歌 而且在說背後有一個很慘的故事 而姜濤也不是經常去標榜唱DMIFAN 更加你想製作一首歌是類似的Style 你經常去抄襲人 老實說你很難得到大家的尊重 敵人的尊重 你明白嗎? 即是你說作為姜濤的敵人 都是一種榮譽來的 我要說一件事給你聽 你如果能夠成為姜濤的敵人 是一種對於你是一種加賞 是一種稱讚你 讚賞你 因為你有資格做姜濤的敵人或者對手 即是證明你有一定的實力 你起碼有自己Style 跳舞 你自己說自己強項 一種類似韓式中性的打扮 你又很熟韓 你為什麼不按著自己的方向走呢? 即是做好自己的工作呢? 即是如果你去到一個地步 像現在這樣 你抄襲人家 你學別人的東西 連唯一 連唯一 作為對手的尊重 別人都給不到你 即是你要別人尊重你 即是甚至抬頭仰望你 你要有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Style 不是說人行 抄襲人家 人家哪首歌出名 那我就做哪首歌 人家的Style是怎樣 我就做人家的Style 抄襲人家的Style 希望可以黏到一些光芒出來 即是我告訴你 是不行的 即是你猜 現在抄功課都不行 即是你問一些學生 你問一些新生學子 抄功課都會現在 給老師用AI Jam出來 那就零雞蛋 何況抄襲人家的Style 所以 即是我自己覺得 你要贏得別人的尊重 你需要有自己的風格 你起碼輸 都輸得光明正大 即是你知不知 如果你說這個 抄襲人 抄襲到失敗了 那人家又不是多過笑餅 嘩 其實我這段影片 真是好像 真是好像教授 Anson的同神套 但我又忍不住 要講出這些硬道理 你看看人家姜濤 人家姜濤 他做每一件事 都是按照自己的風格Style 是吧 縱使這些風格Style 經常處於一個冒險的狀態 是吧 亦都在說他 他都說 好像 其實 真是最好證明 去年職策樂壇的鄭中正表演 是吧 姜濤用一個新的表演方式 希望帶給觀眾新的體驗 但是 原來都有一些網民是視乎披擊的 當然那些Haters 當然是主導攻擊 這些新嘗試就是有這些風險 但是 姜濤都願意去試 姜濤都願意去 叫做姜濤都願意去 突破自己的舒適圈去做 難道這些就是一個成功的必要要素 而不是說 見人家好 見人家威力去抄襲人家 這個是會失敗 我自己說是會失敗 以及會令到別人看不起你 明白嗎 明白嗎 人家真的會看不起你 明白嗎 人家覺得不是吧 人家做你又早 你以為奧運嗎 現在 你是藝人 不是奧運 人家是運動員 你是藝人 明星 所以不要這樣 你這樣才會惹人家更加反感 連對手對你的尊重都會失敗 其實老實說 雖然你說 勢頭在姜濤身上 支持度也在姜濤身上 你是輸蝕 但是輸蝕得來是要有骨氣 挺直腰 挺直腰 不要每次都好像急攻近你 抄襲人家 甚至可能近來有些說 十二怪盜 說的是Anson Lo的演繹方式有點像姜濤 我不知道 我看了這麼多次 我又不敢這樣說 不敢這樣說 因為演戲的東西始終都很過人 我不敢這樣說 Anson Lo抄襲姜濤的演繹方式 我不敢這樣說 可能之後有機會 有機會在全流平台上 我不是逐格逐格抄襲手指的角度 方向 看看是否真的抄襲姜濤 那又沒所謂的 如果真的 真的不是說沒所謂 我說我看了幾次慢鏡 沒所謂的 不過是 姜濤已經覺得 如果這樣 被人抄襲始終都是很噁心 我自己覺得 不是姜濤很噁心 是Anson Lo很噁心 不要這樣做 所以我經常覺得 一個明星的成功者 實際是姜濤的成功 真的不容易 得來不容易 是說 他又要揣摩自己的形勢 如何加強自己的能力 又如何善於表達出來 又要勇於不同的方向嘗試 這些我覺得是姜濤做得很好 而這些好法也是影響現在很多娛樂圈的藝人樂壇的歌手 他們有時都會模仿姜濤的 有意無意之間 其實之後我給一些例子 譬如現在有些 譬如現在姜濤最紅 有些歌手 他現在都在模仿姜濤的 模仿姜濤那種Style 但始終都是我一句 東思校頻就必足學運 人家這樣做 不代表你可以這樣做 這些有不同的前因後果 所以我想大家要認清這些事實 不要那麼容易去人做理由做 否則反其道而行 就會得不上心 以為抄了別人會紅 其實就不是這樣 好 今節姜濤的中文新聞報導就這樣 下一節回來我們繼續